这个是老子 他是传道德经的创始人 他500B新年在周朝洛阳皇宫里面是一个图书馆人员 老子是604B新年在湖南生的 他另外一个名字叫梨儿 他退休的时候骑了一个水牛去西边的山 要经过一个桥的时候 有一个广桥的当官人叫观音子 他要求老子先把他的想法写下来再过桥 老子就写出了一本书叫道德经 然后老子就过了桥 就再也没有看到他的综艺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梦